台湾 太棒了 不是国家 真的吗 对呀 台湾 belongs to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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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欢迎收看这期的公子时评 我是公子沈 台湾的中华民国双十节 马上就到了 有不少博主都在街头 给大家普及常识 让大家了解 什么是中华民国 什么是台湾 什么是中华人民共和国 他们手上拿着 很多人不认识的 青天白日旗 那么有意思的是 大家还记得 之前那位英国博主吗 他勇闯中国政府 驻伦敦的签证中心 去询问怎么办台湾签证 结果对方被迫的承认 台湾不归我们管 揭露了一个事实 就是他们中国政府 只能口嗨 说台湾是他们的一部分 结果根本管不了台湾 同样这位博主 在这次双十节前夕 到了英国的剑桥 这个小镇上 去进行街访 问大家认识不认识 这个青天白日旗 就是中华民国的国旗 结果 在这个街访过程当中 两次遇到了中国粉红 就像上期节目 跟他讲到的 黄明志在马兰西亚街头 情况非常相似 我们再看看 现场发生了什么 能谁帮我帮我帮你 谁知道哪个国家的 flag这个是 台湾 是台湾 不是台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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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认为台湾是一个国家 好吗 there you go you see he says it's a province yeah okay well why do they have their own military their own currency their own passport I'd love to see Xi Jinping go to台湾 yeah because if it is a province of China surely the ruler of China can go over there right 你是什么地方的人 中国 这个不是中国 就是台湾 oh 台湾 台湾是中国的 是台湾的国家 台湾也是中国的 真的吗 对呀 台湾 belongs to China 台湾是中国的 台湾不是一个国家 我在拍影片 what kind of movie just a movie just a video for YouTube yeah just asking people which flag this is all the Chinese face all the Chinese face 台湾 belongs to China 台湾 is part of the China it's a small area what about what about the Taiwanese people you ask Taiwanese people most of them they can answer so but if a little people mean minority most of them will say Taiwan belongs to China the minority cannot represent the Republic of China okay so so you're saying most Taiwanese people will say that Taiwan belongs to China but the Republic of China even some of them say no you wash the brain by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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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vernor right now okay oh okay so your opinion I have to go so your opinion is don't use this flag again sorry say that again don't use this flag again no I'll use this flag wherever I want because this is England not China do you understand it's not approved by the United Nations 太有意思了 大家看到了 这两个中国粉红 不止两个 现在还有好几个 看似是像中国留学生的样子 就是从这个影片当中 可以反映出 就是这些中国人 你发现 他们每个人 几乎都是 同样一个模子刻出来的 他们 只会给你一个标准答案 他会告诉你 这个棋子是政治不正确 你不能再用这个棋子了 为什么 因为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 当然这个中国 指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了 但是当你去问他 你如何得出这样的结论 这个结论是不是符合事实 说不上来了 赶快尿顿 赶快逃跑了 大家可以看到 就是这些人 他只知道一个标准答案 只知道一个结论 而这个结论是怎么得来的 他不懂 因为这个结论是 从小到大 他的家长 他的学校老师 打开电视 所有的媒体 整个全社会 全部都在这么讲 而且要求你 死记硬背 你不写出这个标准答案 你得不到分数 这才叫真正的党国洗脑教育 就是告诉你 这个事实事实 这个是真理 对吧 但是为什么是真理 不知道 你不需要知道 比如说 这第二个粉红 讲到 你去问台湾人 大多数人认为 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 他们是中国人 对吧 只有极少数的 被洗脑的人 才是台独分子 很明显 他对台湾的认知 是完全依照 中国政府对他们的宣传教育的 这是中国政府的talking points 中国政府就这么讲的 一小撮台独分子 大多数台湾人 都是心向祖国的 都认为自己是中国人 都认为台湾是我们中国的一部分 这是中国政府的说法吗 这个小粉红完全照搬 就是他没有独立的思想 总终说 他是一个好学生 中国共产党的好学生 我也是在北京出生老大的 所以我很明白 这套洗脑教育的厉害之处 一直到了我在加拿大上学 一刚开始的时候 读大学 我也有相似的这个理念 就是因为觉得 这就是印在我脑子里的真理 代表正义的真理 结果当朋友跟我讲了 这个整个推理的过程 你如何得出这样的结论 这个结论到底符合不符合事实 咱们掰开了揉碎了 好好地来分析一下 去除掉这些情绪化的反应 咱们就讲历史常识和政治现实 有理性的 有逻辑的去分析一下 到底这句话有没有问题 当你这样去做的时候 就会发现 这个结论有问题 这个时候说明什么 说明我开始产生出了独立思考的能力 而这些中国人很明显 没有培养出这样的能力 当然我也不能完全怪对他们 因为他们是种洗脑教育体制下的产物 批量生产的肥料粉红 这是中国人的出厂设置 没有办法 但是有些人能够通过自己的阅读 通过自己的理解 通过自己接触 通过自己出国之后开阔视野 不仅是肉身翻墙 思想也翻墙 这个时候可能会有不同的想法 但是这样的人毕竟还算是少数 大多数人 特别是刚刚出国的这些人 跟刚才这个影片当中 这几个中国粉红是一模一样的 就像刚刚出国的我一样 大家没有独立的思考能力 没有最基本的逻辑分析能力 就像这个博主 后来自己自言自语说的 你说台湾是中国的一个省 为什么他有自己的军队 你见过任何一个省 有自己的军队 他也说了 习近平为什么不去台湾 既然台湾是中国的一个省 你所有的省都会去 而且去不止一遍 你作为一个国家的主席 为什么就不去这个省 他去不了 那怎么就说明 他是你的一部分呢 我也可以说 谁谁谁 林志玲是我的女朋友 结果人家都跟着不理你 人家都跟着不认识你 我也可以这么说 你是我的一部分 说谁都会说 可是现实是什么呢 很明显林志玲不是我的女朋友 对吧 而最可悲的地方就在于 绝大数的中国人 都以为林志玲是自己的女朋友 以为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 你说不是 然后他还给你翻脸 觉得你政治不正确 你是汉奸遭狗卖国在意 我们对这些粉红的表现 简直是一眼看穿 他们的层次 他们的知识储备 他们认知事物的能力 就处在这么一个很low的水平 也许在他们所学的专业 他们很优秀 他们能考上剑球大学 牛津大学没问题 但是他们仍然在这个问题上 是小学生水平 因为他相信一个小学生 告诉他们的一切 那个小学生就是习近平 习近平说什么 他们就认为是真理 是绝对正确的 你相信一个小学生告诉你的 教育你的 那说明你还不如小学生 我觉得这也是中国教育的 最大问题所在 那当然这里边是有政治因素存在 他不可能让中国的年轻人 有独立思考能力 不可能普及公民教育 他只能给你单方面的灌输 正确答案 这是一方面 那另外一方面的就是 到了海外之后 大家读的都是大学 不管是本科还是研究生 都是读某一个专业 而真正的能够普及通识教育的 中学阶段 他们全部是在这样的一个党国教育机器下长大 以至于他们出了国 他们没有任何的对自由民主的尊重 或者理念 他们没有把它化为 就像胡适先生说的生活方式 所以他们说什么话 做出这些行为本身 你往往会看到他们反自由反民主的倾向 就像告诉英国博主 你不能怎么能量 你不能拿这个棋子出来 你是老几啊 你凭什么要求别人不能拿这个棋子 然后他的理由是 这个棋子没有经过联合国的认可 我在英国大街上拿什么东西 一定要经过联合国的认可吗 你的帽子 你的衣服 你的包 有没有经过联合国的认可 我拿什么物件出来 这是我的自由 只要没有违反当地的法律 所以这个博主就怼了一句 说这是英国不是中国 他们的思维还是停在中国 你拿出一个国旗来 在中国 你确实 当时警察就来了 当时你就被抓了 确实如此 像他说的 不能拿出来 甚至你穿一个和服都不行 对吧 你穿一个木机 都会被群起而攻之 在一个无法无天的社会 粉红说什么就是法律 政府说什么就是法律 但是在英国不是 在西方自由民主国家不是 但是这些人 到了这些西方自由民主国家 背井离乡 就是现在很多网上流行的说法 这个背井离乡 这个背应该是背 就是背着这个井离乡 实际上你还是井禧直发 因为你的思想 你每天被灌输的信息 或者你相信的真理 全部都是墙内的信息 全部都是墙内的洗脑教材 都是墙内的政治宣传 他把政治宣传 什么台湾是中国的一部 当成事实和真理 这才是最要命的地方 一个人的成熟 最关键的就是看 你能不能分清楚 什么是宣传 什么是事实 特别是什么才是真正符合现代文明社会的价值观和社会共识 而这些人 如果他们没有能够拥有符合自由民主国家的价值观和社会共识的话 那么他们在这样的国家生活一定是非常别扭的 就像我之前讲过 很多在海外生活的华人 他们仍然爱党爱国 但是他们却不断的要给他们所在的国家政府来贡献税收 然后这些政府却通过很多反华的措施 被共产党认为是反华的措施 反中的政策 这样的人一边骂着西方反华国家 一边支持自己的祖国 但是一边却用实际行动支持这些反华国家 对吧 为这些反华国家添砖加瓦 这算不算精神分裂呢 如果你不想精神分裂 你想言行合一 你想作为一个逻辑自洽的人 生活在这个世界上 那么首先就要培养出自己的独立思考能力 否则的话就是像这些海外的这些离岸爱国者 这种活在一个扭曲的人生观当中 而这种活法会让你很痛苦 你不会感到快乐 而且他们的表现 也会让海外的华人的声誉 信誉受到巨大的打击 这从另外一个侧面来讲的话 这些人又会给我们带来很多笑料 就是看到他们用实际行动 在支持我们的理念 虽然嘴上在反对我们 但实际行动 比如说在日本的华人 在美国的华人 他们用实际行动 在提供税收 促进经济发展的方式 来帮助这些国家 实现印太战略 对中国的围堵和制裁 从某种程度上讲 大家都是在这个国家 在为这个目标在做贡献 在捍卫自由民主 虽然在嘴上 仍然支持那个专制的所谓祖国 总之我们看到这个画面 未来我们难免可能会在街头 在任何地方遇到这样的粉红 当他们在跟你讲 台湾是中国的一个省份的时候 你可以不用跟他争执 他愿意这么说 就让他说好了 因为你心里清楚 只要台湾不是中国的一部分 只要台湾不被中国共产党统治 只要台湾在全世界得到多助 坚决反对任何单方面 改变台海现状的全球共识 那么这些粉红 愿意活在自己的幻想世界当中 也没什么太大的坏处 只会让自己显得既无知又愚蠢 好 感谢收看这期的公子视频 欢迎大家点击订阅这个频道 也欢迎加入会员 收看欢迎众主持的影片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台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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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e're gonna get okay let's go Taiwan Taiwan yeah awesome man you know your flags well done just this one oh only this one this is the only flag in your life pernah well thank you very much yeah I'm just basically going around to see any people would recognize this black yeah because I think this flag doesn't get enough publicity so I agree yeah awesome and do you think Taiwan is a democratic country free democratic 或是它是一部分中共的中共? 我肯定不说它是一部分中共的中共 你真是一部分人的心 对我来说 我认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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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部分中共的意义 但我认为一部分中共的台湾人想要自由中共的中共 我认为100%我认为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